油箱盖安装,需要拆掉原车的油箱底座 这四个点为卡扣位置 我们产品配备了这个撬板 取出原油箱的一个十字螺丝 取出 按照这四个点,撬板撬开 取出之前需要把油箱盖拧出来 然后直接用力 它这个是凹位,所以需要把这个油箱的摆开 暴力取出 拆掉原车键以后,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盖子 先开 然后打开盖子 这个弹簧需要把它给掰开 拆掉弹簧以后 需要在这个 这个位置把螺丝到外面推 取出 这个小 这个弹簧我们还需要用,用到原车键 拿出 弄装我们这个 透视油箱盖 放进去 圆车弹簧 插进这个 配件 两根定位销,一根长一根短 长的槽内 然后 这个是宽的,这个是窄的 里面也有一个定位 定位孔 插进去 对准孔位 缠着定位小槽内 插进去 然后 反过来 对准 对准这一个孔 插进去 对准 插进来 几个 用力 插进去 持平 打开盖子 弹簧 弹簧 放转回去 然后 配件配有这个螺丝和两个垫片 固定 锁紧 两个垫片 锁紧 拿捏好力度即可 打开顺畅 就可以 安装好后 需要 先这个结构先进去 然后 注意一下 这个软胶 需要包裹加油口 先进去 然后 软胶 软胶 需要 跨过 加油口 原车 需要 这一边 先进去 一部分 以后 这一边 加油口会 相对容易 进去 套好后 套好 加油口 对准孔位 卡扣卡回原车位置 安装完毕 螺丝上回去 固定好 油箱盖 这个卡扣卡回这个位置 卡紧 完美 完美 完美